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除民众党的因素 那么就剩下国民党以及五党籍 那么我们知道国民党跟五党籍呢 有一加三个呢 是有可能被松动了 虽然现在呢是人丁人 但是呢他是定不了这么多全面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交易啊 他可以在海外 例如在东京或者在首尔 或者在任何一个东南亚的主要城市 其实都是可以交易的 而且这里面只要挖两票成功 换言之 只要这几个委员的相关家属 获得信任的 他们在海外呢 真的拿到了 或者是马来西亚 其实都可以 甚至菲律宾越南也都行 我们知道 如果作为龙头老大 没有这种能耐的话 那他就做不成龙头老大 那么有的您认为 这三加一个 我们现在不把名字说出来 他真的有可能 可以在海外交易成功 而且在关键的时候 不管是以退党的方式 或者就是以和原先所默许的方式 不同的投票方法来尝现出最后选票的非韩国欲化 那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到底是什么呢 请尤华哥来点评 尤华 事实上国民党是52加2席了 52加2席现在认为不稳的中部 中部大概一席 北部大概两席 然后北部中间的 北部跟中部中间的那个 贴近北部的也是一席 对那个是五党籍的 对加起来是一席 所以是一加三 一加三 一加三等于四席 对这是不稳定的席次 因为有的是有官司缠身 有的是因为民进党 民进党 不要他 他转投国民党的 有的是地方派系 有的是高层秘书出身 我只能够讲到这里了 因为事件没有发生 那我认为不宜把他们的名字公布 没有错 审得坏了大局 那尤华哥你认为这一加三个人 他们会由家属在海外交易 或者是在岛内的其他地方 也是由家属交易成功了 您觉得可能会有多少位 有家属在海外的 大概只有一席 有家属在海外的 大概只有一席 对他们也可以不在家里交易 可以到跨县市去交易吗 反正 没有本人去交易就对了 只要交易的话 连我都知道的人 国民党会不知道吗 国民党他会不知道 国民党当然知道 国民党绝对知道 他在绝对知道的情况之下 有官司的 又有债务的 有不爽朱利伦的 有地方派系的因素的 这四席就我所知了 傅昆奇已经看管了两席了 就总而言之 他是不管 所谓的不管 就是说我只要看管两席 加高金树梅那一席 53席我还是赢嘛 对不对 53比52嘛 所以傅昆奇现在是看管两席 看管两席 然后韩国瑜为什么三度拜访高金 就知道这个中间会有变化 那高金也贴文出来了嘛 他说他也要改革嘛 韩国瑜同意 所以高金直接了当讲 我要支持韩国瑜 那现在这个一席的 就我所知 好 就我所知 等明天在投票的时候 看他要不要亮票 因为国民党讲 你没有亮票 或者不让监票人员 看你的票的话 那就对不起 就开除党籍了 那开除党籍以后 他当然可以无所谓 如果说只有一席的话 他也要想想他的政治生命吧 他如果说只有一席的话 他要想想 纵然我跟你在海外 那有交易 我也不敢随便答应你 因为这四席 或许是说 这四席不是一体的 如果是一体的话 那当然是游锡坤当选 好 他可以不顾忌了嘛 我就干脆脱党 我就脱党嘛 对不对 你开除你就开除嘛 就是说 要这个人 你要付出的话 除非其他三席都答应了你这样子 否则的话 他只有一席背叛 那我想请问一下 纵然是一席背叛 对国民党来说的话 是致命打击了 但是只有一席的话 你政变没有办法成功嘛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一席 认为如果我成功的希望不大的话 那我干嘛 我要跳火坑 对不对 况且任何事情 都是有一个前进后卸 对不对 欧教授 前进后卸 那有华哥如果一席的是国民党 另外一席是武党籍的另外一个人 这样 那会不会发生呢 假如是两席的话是5353吗 不不不不 如果两席的话 就是5352了 5352 对 坦白说 坦白说 如果是两席的话 那我只有这样子讲 这个就是傅昆琪 为什么要看好北部区域的那个立委 那我讲他是区域立委 像他不是不分区 为什么把他看得那么紧 另外一席是可以疏通的 因为另外中部那一席是韩国瑜 真的是拼劳命在帮他住选 虽然他跟朱立伦之间的恩怨非常的深 但是至少韩国瑜把他稳住了 所以假如我刚刚讲的就是陈超明这一席的话 我可以这么说了 一席你成不了事 如果是另外一席北部区域那一席不顾一切 因为他刚刚当选没有多久 他真要不顾一切的话 你投奔到陈超明那边的话 那国民党他只能够念金刚经了 所谓金刚经的话就奥弥陀佛 他只能够念那个金刚经了 我们是不是也很难说 这个百分之一的机会是完全不会发生 是不是很难这么说 应该讲吧 90对10%吧 了解 感谢勇华哥 我们这一段先在这 我们下一段再来请教你 谢谢勇华哥 谢谢